请收看 绘律法师 冯写讲座 有 即是无 无 即是有 即是就是当下不二 有 即是就是无 有无不二 无 即是有 这个无解释的层面很广 也可以解释出空 这个无的含义很深 有即是无 原起的东西 当下就是信空 就是跟没有是一样的 无 即是有 信空可以展现在一切原起的有里面 所以信空即是前面那个即是跟后面那个即是 意义不一样 前面 有即是无 有 当下就是无 底下这个无即是有 这个即是当作不理 无 不理有 意思更圆满 有 当下就是无 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有啊 在做诸位 我们困死愁 就是不认识这个有 不认识的有 而是真正的有 有 是我们的本性 是我们的妙制 可以展现 可以展现 一切万有 有 而世间的享受的有 是烦恼的有 烦恼的有 有 佛在世的时候 所以我对我的福报很满意 我拥有了这么多东西 想到最后 佛的就问他 你真的拥有他吗 这就是禅 这个就是一针见喜的问题 这个长老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是不是真正的拥有他 没有的 对不对 你今天你活得好好的 还有身份地位 我告诉你 你今天啊 断气的时候 早上断气啊 我保证你那个床铺啊 不可能让你用 立刻下午就扛出来了 真的 这个世间看透了 这就是这么一回事 连一断气 你什么都带不走 所以我常常啊 用佛的思想告诉大家 我们活着的时候 就应当懂得不思 分享 行善 要做一些啊 对社会 国家 有帮助 有正面 尤其佛弟子 要对这个政法有帮助的 因为有就是无 好 现在就是 越不思 我都讲 越不思越有钱 越不思福报越大 是这样子 我都说 嗯 说弟子们 如果 我现在手抓了一把种子 种子 放在口袋里面 这位 这个种子 能不能生根 能不能发芽 弟子就说 不能 那么 世尊就说 如果我把这个种子 撒在这个土地上 放到了樱眼 有雨水 施肥 这个种子 会不会开花 结果成长 所以土地就是 会的 好 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金钱 一直放在口袋里面 是不是一定是你的 不一定 放在口袋还不一定是你的 嗯 你怎么知道你走出去 会不会发生车祸 我告诉你 放在口袋里的钱 这个钱没有用出去 就不是你的 你这样走出去的时候 被车子撞到 往生了 钱还在口袋里面 因为没有布施出来 佛多就说 布施 就像撒种子一样 人 要有这种正确的概念 所以千万不要吝啬 不可以 把所有的福报 这辈子想尽了 不可以的 人应当懂得 不施 和分相 其至于大地 用至于大地 像出家人 其至于十方 用至于十方 出家人不爱财 但是爱法 佛教就兴盛 如果出家人爱财 不爱法 正法 OUT 死定了 死定了 死定了